7月28日,高晓松前妻时尚博主西佑米在公众号上发表文章 《我的前半生》,谁还惦记那点破事啊 借艺术作品《我的前半生》中女主人公罗子军的经历 谈与高晓松离婚对自己的改变 并借《花皮女》的故事吐露心声 现今我过得如此这般,谁还惦记那点破事啊 西佑米坦言在离婚以后曾有过如罗子军一样的惶恐时刻 但索性身边也有躺经一般的好友 还有懂事到让人心疼的女儿 陪伴我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间 现在回想起来,一切确实已像前半生那样永远